美国商业内幕网12月13日文章原题 苹果将继续适合中国 不管它说它在美国、印度和其他国家投资多少 苹果与中国的关系有两方面 一方面苹果似乎正考虑将供应链移出中国 以保护公司免受供应链中断的影响 但这种转移可能需要数十年之间 另一方面中国如今是苹果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 也是少数几个可以用相对较低成本 赢得更多市场份额的国家之一 苹果生产的五分之一还奉运往中国 苹果在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拥有约50%市场份额 在中国仍有发展空间 截至2022年三季度 苹果占据中国智能手机销量的15% 是该国第四大销量品牌 苹果在追求中国消费者的同时 也在向中国政府示好 2021年有报道称 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与中国达成一项协议 承诺从中国公司采购更多材料 并帮助推进中国软件制造 在美国 苹果提供的端到端iCloud加密云服务 引起联邦调查局的不满 为解决政治诉诸法庭 而在中国 苹果将iCloud服务器转给一家中企运营 以遵守当地法规 公正的说 苹果也屈服于美国政府的压力 由于美国政府质押 苹果暂停使用中国的长江存储芯片的计划 专家表示 苹果在中国的增长是巨大的 不过 它仍是一个奢侈品牌或高端品牌 苹果在高端智能手机市场的最大竞争对手是华为 专家表示 华为是第一个摆脱中国手机廉价观念的中国品牌 OPPO和小米等品牌在银河中产阶层市场方面取得更大成功 苹果目前在中国的市场占有量排名第四 仅次于三个本土品牌 中国消费者强劲的购买力吸引了众多国外顶级品牌入住中国 但众所周知 中国市场会支持本土企业 2021年当中国政府以自己的方式回应西方制裁时 有中国公民呼吁抵制对中国事务发表负面评论的外国品牌 苹果一再承诺严格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库克称赞中国拥有全世界最具活力的开发者社区之一 随着中国数以亿计的潜在客户转变为iPhone用户 苹果或许不需要中国工厂的工人 但非常需要中国消费者 请不吝点赞订阅